外表看到的只是一个外显性的 那你要知道文化 而且呢 校长每次都会鼓励 你要学几句母语 平常跟外公外婆 比较阿公妈妈 我们小边等 早 早 是不是很漂亮 然后你知道这个怎么做吗 有知道吗 那我们办理这个新住民的陪离活动呢 已经来到了第三批次 那同样呢 也是来跟明道大学的国际处来做一个配合 我们这一次的名称呢 叫做星星相应 那第一个星呢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新住民的二代子女们 那第二个星呢 就是我们这个星 那其实呢 大家也是希望说 透游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文化体验 然后还有一些手作的课程 那可以让我们的新住民的二代子女呢 能够更认同自身的文化 因为现在的疫情已经渐渐的趋缓 我们更希望呢 在未来 不只是在校内 或许也可以规划到 真正的到东南亚的 的国际交流上面去做更深的延伸 那也诚如校长所说的 我们希望呢 在学校的 跟新二代的子女们 可以透游了解自身的文化 然后呢 发挥自身的 这些文化上的价值 那在未来呢 培养自己独特的能力 让新二代也能够成为最优秀的新二代 我是缅甸的新二代 那虽然说这次没有缅甸的活动 但是这次的活动也非常的精彩 第一个活动先是让我们做了不用火的月饼 第二个活动就是这个扇子 然后有特色有造型 就是体验一下其他国家的特色 这一次呢 体验到了越南还有印尼的文化 感觉很开心 也学了母亲国家的语言 也学了印尼的语言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新二代活动 这个活动希望大家可以 因为新著名子女的身份 而感到骄傲自信 再面对于麦克风可以勇敢一点 展现自己 今天的第三次 他们就是比较不会不好意思啊 然后在做DIY三次的 他们一样还会跟我打招呼 还会跟我那个开玩笑的 希望他们一样多多学习 回过那个外公的家 他们可以跟他们聊天 他们可以跟他们 就是以后也可以他们分享 给他们学妹爹地 然后我觉得这个我都是特别的开心 是受到这些同学们的欢迎 然后我希望就是 已经他们会结束 然后他们可以赖到我们印尼 看到他们会帮我妈妈长大的地方 今天是看到这些孩子 就先看到自己孩子一样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小孩 是不高纵吗 那一边在带活动 一边在聊 就问同学有的跟我的小孩 所以在带他们就是很感动 就是想跟他们可以了解一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文化 也可以了解别的国家的文化 可以多交朋友 希望那个同学们就是很自豪自欣 想我来自哪个国家还是妈妈爸爸是哪个国家都不重要 那重要是我们要了解多了解各国家的文化 感谢今天的各位老师 校长跟同学来参加了 希望学校再多那个举行办理 就像这种活动的 谢谢